白冰冰在演艺圈三十多年 今天上午她硬邀到北台科技大学去当一日讲师 面对满满的青年级后段班学生 白冰冰笑说她也要像陈金沛一样 去减肥拉皮来保持青春 不被问到说要不要像陈金沛一样交一个小男朋友呢 白冰冰说还是不要摧残国家幼苗吧 那个大头电视从那个整个包装被打开 大头电视的门一拉开 白冰冰起了个大早来到北台担任一日讲师 面对满满的学生白冰冰分享自己多年的演艺甘苦谈 说说几句话跟大家鼓励一下 面对都是青年级后段班的大学生 白冰冰显得相当有活力薄 被问到会不会跟陈金沛一样减肥瘦身 再交个小男友 她说还是不要摧残国家幼苗吧 内心我觉得是够美的 外表会再加油 能瘦我就再多瘦一点 该拉的时候我也会去进行 我会加油 那她想把她交一个小那么多岁的男朋友 好厉害哦 而且情势不断 好不好 有没有想要在学生里头找 学生里头啊 哎呀哪个人没有找对路的找到这里来 我不会称惨国家幼苗啦 我今天是来帮助他们成长的 不是帮助他们转大人 不过传说诸葛亮因为不敢出外景 是因为害怕被黑道追杀 白冰冰也相当无奈 站起来以后不要再坐下去了 就这样 白冰冰说 诸葛亮和陈金沛最近成为媒体的焦点 两个人都是秀场的老将 未来合作应该很有话题 专选刘家伟如配于台北 采访报道